这是辽宁大连金浦新区 父亲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 由于水势过猛 妇女两人都被大水冲入公交车下 救出时已经不禁于难 8月19日 辽宁大连遭遇极端天气 暴雨倾盆 雷电交加 多地内涝 街道变河流 金浦新区很多地段积水严重 很多车辆漂浮在水中 多台车辆被洪水冲走 有的车辆直接被冲入河中 使用水冲走 淘汰水冲张 放入温 Jesus 二人数不禁止 若年月三湾 太迫 我怕你 我不知道 你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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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 近日 中国辽宁 内蒙古等多地暴雨 河水暴涨 朝阳 大连 暗山 赤丰等多个城市的市区和乡镇 出现洪楼灾害 大量汽车 房屋和农田泡在水中 损失惨重 大量汽车 就在大连开发区 黄海西路和震联路 交叉口的这个位置 刚才大连下了一段 非常非常凶猛的暴雨 现在这个雨是大了 你看这个街上已经成河了 就是这个正连路 上道口下道口的这个位置 好多车都淹在水里了 都可以看到最深的地方 基本上这个水和车窗户 水都跟车窗户平行了 今天这个雨下的是太大了 以前这个黄海西路的 这个掉头的这个口 已经成河沟了 他说一个小时街道就成河沟了 河沟沟 陕西同川 洛阳等地下起了冰雹 下课打个冰雹 下愣子 我天呀 我真服了 这个网友发视频说 建昌发水了 这是妈妈楼下 今天 玄县处于一种 无电无网无信号失联状态 刚刚联系上 祈祷家乡人平安 8月20日 辽宁葫芦岛建昌县 遭遇大暴雨和大洪水袭击 许多房屋被淹 道路被冲垮 部分通讯中断 玄县紧急停工停产 在建昌县遭遇大洪水袭击的前一天 当地水库已经开始泄洪 8月19日 建昌县防训抗旱指挥部 发布通知称 宫山嘴水库水位 已接近汛县水位 于19日15时开闸泄洪 泄良50立方米每秒 本次开闸泄洪计划 放水7天 放水7天 下游泄洪 有卡 慢点去啊 我们找也找不动呢 前面那个 我们找路 你给我挖了 这水就出的 就不用这样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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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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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了,我原来的东西没见了 你看,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东西没见了 你看,你看我说,这个鱼啊 这个鱼里的鱼里这么小水,你看 你看,我经过来,你看 这个鱼里的鱼里的鱼里面说 你看,这个鱼里面,你看 你看,你看 这个鱼里的鱼里面是一样的 你看看这个红豆河带吗 金条杆 可以捐鸡的那种看 你看到这 窝窝屋里带真水的 我将近日给你们在访问看 路上怪鱼来 将来怪鱼来 将来怪鱼来 挣水来 拉我腿的动了 鱼的样子 等下陪四小时你们看看的 看到吗 五号骨头在加骨 继续拿着来的 一只吃完糊的 不如在干的 要敲一下水的 全部都在抗风 我只剩一个屋里全部进水 那些人来 不然世间还滴滴了 我妈乱过的 世间已经开始做雨了 说不定有雨了 下家屋 不认识 不认识 好吃啊 不认识 又好吃啊 整个屋里全部稳稳 今天爸爸没来过 好 今天来的安装 今天爸爸呀 今天做生事给你带我们上来 后来看家伙手给 来个雨上的 雨上的 雨上的个水了 我去把死瓜过来 这种人不多了 我家哥哥 这种人不多 看家伙手给大家吃 看家伙手给大家吃 这种东西 很美味 这种东西 今天天气 一样 看家伙手 看看家伙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